粉之仁至此的真主之名,信誓们却已成功了,他们在拜中是恭敬的,他们是远离谬论的,他们是顽纳天客的,他们是保持征召的,除非对他们的妻子和女奴,因为他们的身是不受责备的。 此外,谁再有所求,谁是超越法度的,他们是尊重自己所设的信托和自己所递的盟约的,他们是谨守拜公的,这等人才是继承者,他们是继承乐园的,他们将永聚其中。 我却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,然后我使它变成精叶,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叶,然后我把精叶造成血块,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,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,然后我使肌肉附在骨骼上,然后我把它造成别的生物。 愿真主降福,它是最善于创造的,死后你们必定灭亡,然后你们在复活日必定要复活。 我在你们的上面,却已造了七条轨道,我对众生不是疏忽的。 我从原尊降下定量的雨水,然后我使它停留在地下,我对于使它干涸是全能的,然后我借它而为你们创造许多枣园和葡萄园,其中有许多水果都是你们的,你们得取而食之。 我又借它而为你们创造一种树,从西奈山发出,能生油脂和佐料,供食者调味之用。 生序中,对于你们却有一种教训,我使你们得饮他们腹中的乳质,得享受他们的许多辟益,你们又得食他们的肉,你们又得用他们和传播来供载运。 我却一派遣奴哈去教化他的宗族,他说,我的宗族啊,你应当崇拜真主,除他之外,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,难道你们不敬畏吗? 他的宗族中不信道的头目们说,这个人只是像你们一样的凡人,他想获得你们的宗重,假若真主要派食者,他必应降下许多天神。 我们没有听到我们的祖先的时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,他只是一个分子,故你们应当等待他一个时期。 他说,我的主啊,就你援助我,因为他们已否认我了。 我就启示他说,你在我的照顾下,依我的启示而造船,当我的命令来临,而洪水泛滥于地面的时候,你把每种动物各取一对放在船上,使你的家属也上船去。 他们终于被判决者出外,你不要为不义者而祈祷我,他们必定被淹死。 当你和同船者在船上坐垫的时候,你应当说,一切赞颂权归真主,他曾拯救我们脱离了不义的民众。 你应当说,我的主啊,请你使我们在一个吉祥的地方登陆。 你是会安置众生的。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,我却是考验者。 在他们灭亡之后,我创造了别的世代,我从他们族中,派了一个使者去教化他们说,你们应当崇拜真主,除了他,你们绝无应受崇拜的,难道你们不敬畏吗? 他的宗族中的头目,不信道,而且否认后世的相会者。 我是他们在今世,德国,豪华的生活。 他们说,这只是像你们一样的凡人,他吃你们所吃的,他饮你们所饮的。 如果你们顺从像他们一样的凡人,你们必定是亏损的。 他警告你们说,当你们死后已变成尘埃和修谷时,必定要复活吗? 他所用来警告你们的大事,太不尽情理了。 我们只有今世的生活,我们死,我们生,我们绝不复活。 他只是一个人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我们绝不信他。 他说,我的主啊,叫你援助我,因为他们已否认我了。 主说,不久,他们必定要悔恨。 刑罚公道地袭击了他们,而我使他们变成废料。 不愿的民众已遭毁灭了。 在他们灭亡之后,我又兴起别的许多世代。 任何时代,都不能在自己的县期之前灭亡,也不能在自己的县期之后沦丧。 然后,我陆续地派遣我的纵使者。 每个族的使者来临他们时,他们都否认他,故我使他们相聚灭亡。 而使他们的事迹变成化饼。 不信道的民众已遭毁灭。 然后,我派遣摩萨和他哥哥哈龙,把我的许多迹象和民众传释法老和他的臣民。 但他们自大,他们是高傲的。 他们说,我们怎能信仰像我们这样的两个凡人呢? 况且他俩的宗教是附设我们的。 他们否认他俩故遭遇毁灭。 我却以把千金赏赐给摩萨,以便他们遵循正道。 我以玛丽恩和他的儿子为一种迹象,我使他俩在有平地和流水的高原,获得一个隐蔽之所。 众使者啊,你们可以吃加美的食物,应当立行善功。 我对于你们的行为却是全知的。 这个却是你们的统一的民族。 我是你们的主,故你们应当敬畏我。 但他们为教义而分裂成许多宗派,各宗派都因自己的教义而沾沾自喜。 你让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空境之中吧。 他们以为,我用来资助他们的财产和子孙,是我用来使他们得到福利的手段了吗? 不然,他们是不晓得的。 为敬畏真主而恐惧着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